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诶 赌上命运的日子 即将要到来啦 我们的这一张 洛杰油 呀 老实说在上一次就 国际版那边拆包的关系啦 我们就预先知道了 这一张L2的陶龙会极限在觉醒嘛 那么在那之前我们是不确定什么时间点 它的极限在才会到来 不过按照我们目前游戏内的时间来讲的话 10月5号 这一次的全球活动就会结束 除非官方有开EX弹的话 这个极限材才可能拉到那个时间点 也就是说下个星期 要不然的话按照我们目前的时间走势来说的话 今天 或者明天星期三 就是这一张陶龙的极限在觉醒能力放出来的日期 按照计算来讲的话 因为10月5号 10月4号左右的话 不管是国际版 还是日版这一边 新的或者说下一张的限定卡 以及下一单的活动 下一个新活动 也会开上来的 即将要开上来 所以 这一张的极限在觉醒 没什么可能 会放到这么违的时间 所以 今天 或者明天 他的极限在觉醒能力出来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 也就是这一张罗杰赌上命运的日子 桃红 versus 阿松 虽然说这个做数据方面 也不是完全阿松在 哪里还是怎么样子 但是他也是策划之一 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 能不能干过呢 而且这一张桃红 实际来说 算是我们这一次活动的真正正正的压轴了吧 还是压轴其实算是倒数第一 还是第二 哈哈哈 那反正就是 这一张会是我们最后一张 会极限在觉醒 在这一次全球活动中 所以对他的期望值 绝对是大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因为上一张的枝黑物来讲 我虽然说我自己的 用的体感来说是很愉快啦 可是他所拥有的 问题点 还是实际存在的啦 他来用我是玩到很爽 但是他本身有的问题还是实在 就是讲第一回合的时候 特别的辛苦 那个是没办法跑的 但是就 我们还是期望这一张啦 会是一张比较可以 即时发挥的角色啦 不需要讲要去暖击被动 还是什么之类的 因为以他本身的被动来说 他也不需要暖击啦 没有任何的暖击方面的被动 就是攻击 直接冲上去 然后 气力条直接往上冲 再看看我们这一次活动中所极限的力气 他11张角色来讲的话啦 大部分啦在这一次的活动中 都可以获得很不错的能力 尤其是那几张一般石筹卡 像 诶我们的 对啊有一张我忘记把他给放进来 他的那个箭上这么猛 诶有啊 这我没看到他的 Majiu Tastamp Suddenly Majiu Tastamp 完全看不到他 诶像这一张的话 虽然说 这一张跟这一张 原本就是有减伤的 但是官方在这方面给的他们更多啦 嗯所以 就会变到很好用 然后像这一张的话 其实官方他的减伤方面 是extra在给他的 诶所以这一次来讲的话 有获得减伤能力的角色还蛮多 然后要不然的话 就是他们的回避能力很优秀 其实 我后来啦 是还有稍微 考虑过一次这个 赤黑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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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桃红啦 还可以怎么个去做吧 让他比较有一点的硬度 然后后续又可以 把火力给发挥出来 然后 然后 我就突然有想到啦 前阵子才极限在的这一位 我们的 比较沙玛 比较沙玛啦 其实在他极限之前 他的能力 其实 就 还蛮 普通的嘛 有很大的火力 但就是被打 会增加 工房这样子 然后没有减伤什么 什么都没有 那么 可是 来到现在他极限战之后啦 官方直接给他 赤猪加减伤 赤购猪行动前还可以 Extra减伤 然后在这边的方面 我就想像一个东西 就是想说 因为这个 罗杰本身的被动啦 就是 需要 气力条方面的被动嘛 那么也就是会有赤猪 那么在这边的话 可能官方给他个 转猪能力 再给他类似 像我们的 这个 比如Sama这样子的能力啦 可能 赤个几个猪 或者 因为气力条的被动 有一个问题就是 行动后才会 触发嘛 那么 如果是可以给他一个 可能赤个三颗猪 行动前 30%减伤 气力条达到多少多少 又可以Extra获得多少减伤 一个是行动前获得的减伤 一个是行动后获得的减伤 因为气力条的被动 都是行动后的嘛 那么这样子的话 不管是行动前或行动后 我们的这一张桃红啦 就可以获得到他的一定基础的防疫能力 当然啦这个就是我自己在 这几天里面 想到的东西 可以给他一定的补强的方式 因为我不相信官方会直接把一个减伤丢到他身上 因为这一张 他极限之后 只要稍微把趴数往上拉一拉 他的火力就会非常猛啦 甚至可以接近我们这一次的Gattai Zamas 我可以很确信的相信啦 所以这一张来讲的话 他的防疫力面上官方一定会有一点气色 肯定不会给到他 很夸张的数字 但当然也不能给他到太低啦 然后联机能力啊那些 可以给的话当然是多多意义上 没有的话当然也没关系 至少就是在火力面上 跟一些基础保命面上 然后可以给到他一个点啦 这是自己希望的啦 因为毕竟 这一次的活动中 黑悟空这一名角色 也是大家所期望他能 时常拿出来玩耍的角色啦 所以上一张已经就是 比较限制了一些关卡了 那么希望这一张不会有被太大的限制 而且 就我们合体Zamas的队来讲的话啦 Gattai Zamas本身来说 其实队员还蛮多的 当然要组的话组到很强也是可以组得出来 但是大家的心目中还是希望可以组一个比较完整的合体Zamas team啦 我相信 应该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一张的极限成不成功的话 可能也会一个影响 当然后续官方我相信还是会在催促其他的 Bragas或者Loges之类的 但是 我们这一张毕竟也算是等了这么多年嘛 2020年等到现在也三年多了 而且在那一时期他也是很 就是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他的动画真的是帅到一个不行 五周年那时期的动画 真的都做到很好 就连那个布罗利三人组也是很棒 那么这一次 五周年的两张 Gogita跟Bejito 极限之后的能力 都是一级棒 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还很喜欢嘛 那么同样都是五周年出来的 Loges 就希望他可以获得一个不错的 至少要符合我们现环境啦 大部分的长短短都可以进去的话那是最好啦 希望不要有那种太多特工能力啦 像这一次的极限其实还蛮多特工的啦 就这个我们的一般石头卡方面啦 限定卡这一张是本身就有特工所以没办法讲 嗯 那么 其他的话都还好 像这一张的话也是有给到特工 超系特工 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点 呀 妈妈妈不管怎么样子 毕竟是压轴了 希望 不要太亏待他啦 真的是赌上命运的节战 看看 这一个帅到炸裂的卡面 不过他的这个激怒啦 会蛮强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起了7E就有那个7E再加1 然后还有全属性效果霸群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 他可以做到蛮 蛮给力的输出 这边的话就希望 可以可以 给他多一个攻击多少多少趴 然后刺足多一点 如果我可以可以像 那个基比克这样子啦 有给到连击 那会更棒 单回合三发必杀的话 一定是爽到烂啦 可是就条件面上大概是不会改啦 6回合 这个有点小久 以线环境来讲的话 已经是打到结尾了啦 不过不管怎么样子啦 就一起期待一下啦 这个赌上命运的日子啦 罗杰 VS Omatsu 今天 或者明天 4点的时候 我们一起期待吧 如果有的话就 尽量啦 赶着出来一点 OK 那么 这次的影片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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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